继续再看到华联市公所也在这次的殡葬业务专案 集合成果发表会当中从13个乡镇市中脱颖而出 荣获殡葬葬行政透明评比特优的殊荣 表彰华联市殡葬管理所对于行政业务的付出跟精进 而市长魏嘉贤则是感谢公所同仁的努力 期许未来能够继续保持 殡葬业务在过去最为人诟病的就是管理人员 收送红包或有其他违法行为 华联市公所特别建构公开公平的资讯设施机制 让殡葬设施能随时受到检视 加上完善的教育训练以及连政宣导 这次在县府办理的殡葬业务专案集合成果发表会中 备受肯定从13个乡镇市中脱颖而出 荣获殡葬行政透明评比特优的殊荣 那我们也希望期许我们所有同仁们在未来资讯公开 还有一些法定的部分 除了辩明之外也不能够图立的一个行为发生 那再次的也是要感谢同仁们在这段时间的努力 未来也会持续的要求 办理事公所及各个机关都能够配合相关行政透明的部分 还有连结的部分持续来要求他们 那未来也务求让民众方便之外 也不至于造成违法的事情发生 市长威佳先表示 公所未来会持续把清廉效率公开透明 视为行政准则 期盼各客室都能在辩明服务的同时都不会触犯相关的规定 也会特别要求每位同仁定期参加相关的连政宣导讲座 从过往的案例中汲取经验降低触罚风险 记者徐立琴华联事报导